你快點 川雲箭 你那些臨時的表演 打得好 本公子還以為你是高手劍客 想不到也是不外如是, 不堪一擊 之前你此強令陽, 當中收入本公子 你不但如此, 還想勾搭本公子的娘 如今伸手救手 本公子一次跟你算清, 抬出來 是 押她下去, 吃完整桶糠便 她給你幾千 十兩 這裡的臨時醫院這麼便宜 這裡不僅十兩 是呀… 怎麼這麼快?你這群流浪 做人不一定要用武力才能解決問題 用腦子也可以解決問題 怎麼樣?你很喜歡有人吃糞便嗎? 來, 自己吃吧 要殺就殺 我幹什麼事要殺?如果我是你 我只想要你吃糞便, 來吧 我給你機會 如果你願意跪地向我扣三個響頭 我就放過你 公子盤絕對不會跪地求饒 這麼有骨氣, 我也幫不了你 吃吧 來吧 搞成這樣又何必呢? 我現在才明白什麼叫害人中害己 下次不要了 下次不要再下去我手上 小龍, 恭候大駕多時了 夫人, 不好意思 因為剛才來的時候 有一批小人阻礙我, 所以來遲了 小人阻礙?是否家暴, 有所待慢 不是 是一些無離途的人, 別管他了 夫人, 不如我們開始上花, 好嗎? 好啊 夫人的花真是長得很漂亮 有你這麼漂亮 花簡直可以用四個字來形容 就是角色天香 角色天香, 你真是太抬舉了 不是抬舉的 夫人你又長得這麼年輕 而且保持得這麼好 還有一間這麼大的房子 真是令人羨慕到非常 如果少龍喜歡的 大可以當這間房子的主人 不是吧 有一位求財若學的人 很想認識少龍的機智無略 才藝伸手 他希望招攬你為門人 只要少龍首肯 這間屋立即是你的府邸 還有美人, 香居和黃金 聽起來真的很吸引 但不知道包不包他夫人你呢 洪兄果然有眼光 一個有膽色有才智的人 一個何秀母女人呢 本來相信夫人也很仰慕各下 紅兄, 請 喜歡這間大宅嗎 喜歡…這麼大一間這麼漂亮 當然喜歡 不過這麼大的房子 我真的從來沒住過 我怕我真的可能會住不慣 人各有喜好 若是航兄能夠為本侯賣力 一定能夠隨心所用 但我有自由自在乖 你說突然間要幫人賣力 我怕我真的不慣 人總有所求有個價錢 航兄儘管開口 不過自由這件事 不是用一個價錢可以賣得到的 我希望後爺你會明白 如此一來, 實在話不投機 夫人, 麻煩你幫我招呼他 是 夫人, 你這房子的主人真是有性格 少龍, 你何必多面拒絕後爺 頂撞後爺, 恐怕日後會有麻煩 我怕我幫他做事更麻煩 夫人, 怎麼樣? 剛才你在花園 你問過後爺, 會否把我送出 夫人, 剛才我在花園 我少說說, 我不是有心的 希望夫人, 你明白, 不要害我 其實一個男子要成就工業 犧牲一個女子又有何干呢? 夫人, 你怎麼會這樣說? 其實我很尊重夫人, 你的 其實一個人最重要是活得精彩 有沒有錢有沒有未識也不要緊 最重要是有做到自己喜歡做的事 你說如果經常受人擺佈 那做人還有甚麼意思呢? 可惜每個人的命運都是身不由己 尤其是女子、夫人 其實在我的角度來說 我覺得男女應該是平等 如果夫人可以拿出勇氣的話 我相信你也會像我一樣做得到 可以嗎? 當然可以了 你試想想, 如果你從現在開始 你可以改變一下自己的生活模式 你又抽多點時間出來 關心一下自己的兒子 你的兒子又關心一下你 他自然就會回到你身邊 到時候他又不會出來聊事鬥非 你說是不是? 現今覺悟改正, 是否太遲? 當然不會了 正所謂有做好過沒有做 那怎樣也好過遲遲不做 似乎少龍心中也有煩憂 你知所為何事呢? 夫人, 你真是像個心理學家一樣 不過我的煩憂, 就算說出來 你也幫不了我 恐怕小龍對我還有介體 所以不便明言 我對你當然沒有介體 我當你我朋友一樣 不過我的問題你真的幫不了我 如果需要我幫忙的時候 儘管開聲 赴湯道火我在所不辭 那真是謝謝夫人你 但如果你有問題你記得跟我說 我不但赴湯道火 就算是上刀山落油鑊 原諒自盡我還可以 當真 當然是真的 小龍, 真是一事相求 你…不會叫我現在原諒自盡吧 你可否收盤兒為徒 鳳兄 雅夫人真的把這種特種藍花送給你 你也覺得這盆花漂亮嗎 何止 我知道, 你知道嗎 這種藍花盛產於兇奴 當年李穆大將軍大破兇奴 兇奴王為了求和 特地命人送了三盆這種藍花來寒丹 結果一盆就擺在王宮中 一盆就賜上給字幕 最後一盆就送給雅夫人 如今雅夫人竟然把這盆花送給你 看來雅夫人對你也疲為看重 這不是花盆, 你說得像是非 你這麼喜歡我送給你 是不是真的 那當然是真的 不行, 正所謂君子不奪人所愛 更何況阿夫人特意把這盆花送給你 你怎麼能辜負別人呢 不行… 要不這樣, 你說過自己的種花高手 你幫我種, 每天幫我淋水就可以了 那沒問題 種這些花只能滴水, 淋水慢慢不淋 否則種花是… 陶總管何時變成烏家寶的花王 大小姐